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很多老年朋友到了五六十岁就会看东西有些吃力,模糊 甚至有时候你都走到他身边啊,他还是看不出来视力 作为儿女的我们,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第一次听到母亲说这句话,心里很难受 感觉自己还没有回报他们 可是他们在逐渐失去了健康的器官 曾经有一句话说到,我们努力的意义 就是希望我们成长的速度,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眼部疾病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茶饮,对眼睛非常的有益 能够帮助我们仰眼,明目,远离老花眼 经常煮来喝,让你的眼睛明亮 一辈子都不会得眼部疾病 做法和食材特别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好喝 首先我们来准备五克的菊花 菊花茶顾名思义是由菊花泡水 黄帝泪经中也提到,肝开窍于目 意思是指眼睛状况可以反映出肝脏状态 眼睛干涩,事物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等眼部问题 都可能与肝脏有密切的关系 而中医认为菊花是保护眼睛的中药材 菊花胃苦,性微寒,可以归肝经,肺经,具有瓶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 还可以用肝经,肝经,具有补肝,明目,润肺,直肾等作用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用菊花来搭配一点点枸杞,泡水喝 对眼睛干涩,模糊,看不清楚东西,或者流眼泪 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如果经常工作面对着电脑,手机,屏幕 眼睛会感觉到疲劳的话 也可以多用菊花泡水喝 菊花这一种古老又神奇的养生饮品 它不仅口感独特,还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益处哟 接下来准备10克左右的流瓣 流瓣被称为蔬菜界的人生 它不但营养丰富 还更有助于燃烧脂肪,防止便秘,提升免疫力 有人说,流瓣有助于治疗感冒 功效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它适合所有人群去食用 流瓣有助于人体清热,去湿,通筋脉 并具有降低血糖,以及血脂,反固醇等功效 还能帮助排便,增加饱腹感 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消脂肪,减肥 流瓣茶还能够明目,养肝,清热解毒 在中医中,流瓣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功效的中草药茶饮 对于长期用眼过度,导致眼睛干涩,模糊,看不清楚 或者是连击大了,眼睛花,有老花眼 也是看不清楚,都可以经常用流瓣搭配菊花,泡水喝 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流瓣这一种神奇的植物不仅在中国,台湾,山东,江苏等地区广泛分布 很多养生人士都把它当作日常茶饮来喝 对身体能达到一定的养生和保健的作用 接下来加入食客的绝明子 绝明子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两块钱就能买到一大包 绝明子,胃肝,苦,归寒,归肝,大肠筋 说明了绝明子,它能够清肝 明目,作用是非常好的润肠通便 不仅如此,现代医学也发现 绝明子在降血压,降血脂方面 对于一些高血压,眩晕,头痛等问题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不仅能够帮助保护血管,预防血管疾病 用绝明子搭配菊花一起泡水喝 能够发挥非常好的对眼睛的益处 另外,绝明子对于感受睡眠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绝明子中富含的营养物质 有助于舒缓神经,放松身心,帮助入眠 每天一杯绝明子水,晚上的睡眠质量就会明显的提升 还能有效的提高免疫力,调理肠胃 绝明子具有良好的排毒效果,可以促进肠胃蠕 改善便秘问题,在喝绝明子水后 肠胃就会感觉清爽无比,不再担心胃胀气了 接下来准备5克左右的枸杞 枸杞是一种常见的织补品 中医认为枸杞性贫、胃肝、入肝、肾二斤 具有很好的织补肝肾、易筋明目的作用 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药膝酸软、头晕目悬 视力减退、模糊、看不清楚等症状 用枸杞搭配菊花一起泡水 都能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 同时枸杞多糖成分还能够促进肝细胞再生 修复受损的肝细胞 有助于保护肝脏健康 枸杞泡水除了对肝肾、眼睛有益处以外 它还有助于调节血糖、降低血脂、抗疲劳等多种功效 枸杞中的枸杞多糖成分能够降低血糖水平 对于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而枸杞中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还能够有效地降低血脂水平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枸杞还具有抗疲劳的作用 能够帮助缓解疲劳、提高精神状态 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经常起夜 夜料非常多 一晚上甚至起床六、七次 像这种情况适量地吃枸杞 可以直接升嚼或泡水 煮汤都是可以的 能够有效地止液料 助睡眠 用清水把这四种食材简单地淘洗一下 然后控水捞出 直接放入养生壶中 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清水 先给它浸泡10至20分钟 再来用花茶键煮20分钟左右 这样里面的营养物质更容易示范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 把它直接倒入杯子里 晾着温热就可以喝了 这杯茶是每天都可以喝的 不管你是眼睛模糊 看不清楚 老花眼 白肋胀 清光眼 眼睛疲劳 看不清楚 经常面对电子产品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